中央设计者江佩玲台北三日电来自美国梦工厂动画公司的监制克利斯汀娜 所受邀出席台北电影学院国际动画特效讲座 他表示在内容爆炸无法集中注意力的时代如何吸引观众研究堪称最重要课题 2017台北电影学院昨天在台北举行国际动画特效讲座 邀请两名来自美国梦工厂动画公司Dreamworks Animation的监制克利斯汀娜 历史托姆 Kristina Lee Storm及制片台特使冰色 Kate Spencer出席讲座 两人分别着动画片的叙事技术与剧本开发 向台湾工作者分享专业经验 台北市电影委员会发布新闻稿指出 克利斯汀娜从新媒体跨媒体游戏动画与视觉特效 特殊场所制作如游乐园等不同面向切入 他表示现在只要透过手机等行动装置 想看什么内容都很容易 但在内容爆炸无法集中注意力的时代 如何创造出打动人心的故事 以及要运用什么样的科技来吸引观众的眼球 堪称最重要的课题 提及动画制作流程 克利斯汀娜指出 梦工厂的成员不只有艺术家 导演 编剧等 还有电脑工程师 数学家等技术团队也同样重要 至于近年火热的虚拟实镜 VR和扩增实镜 ARG 数 他指出运用虚拟实镜来蓄势有三大原则 分别是其他地方无法体验的独特平台 千所未有的选择及平常无法经历的超越体验 凯特举动画电影森林保卫战 群龙高手维利 相信说明故事开发从前至制作到后 至其是如何持续影响作品的成果 他强调 发想不难 重点是能不能找到绝妙的点子 唯有非常出色的发想 才能撑过开发阶段成为热卖的电影 对于动画电影制片的任务 凯特指出 制片必须扮演拉拉队 好队友 教练等不同角色 要能刺激大家产生新的想法跳出框架 又得把握住制作流程 而每个部门如音乐 作曲 场景设计 动画师等 都要努力提升作品的深度与广度 他表示团队应该考量的是整部电影的好级导演的愿景 而非只为表现自己1061003